69、澳門日報、澳企品牌合作的MFE走出去 2015年7月4日經濟A10 本部消息 國際品牌連鎖加盟商機論壇上 謀促局執行委員吳愛華表示 澳門一些傳統和之一品牌企業、原創設計品牌等 開始通過品牌合作、連鎖經營或代理等模式升級轉型 並透過MFE平台建立合作夥伴體系走出去 進入鄰近地區市場 中國連鎖經營協會創業與投資加盟 布特許經營委員會辦公室主任蘇商表示 近年移動互聯網迅速發展 有助提升特許加盟企業運營效率 並可通過線上的數據積累 做好線上營銷發揮實體店優勢 論壇昨日下午三時假威尼斯人舉行 CMFE開幕首天重點活動 來自兩岸三地 亞太地區 歐盟和普與國家等的連鎖加盟 品牌代理行業協會及企業高層和專家出席 分享交流經驗 吳愛華表示 隨著國家一帶一路、自貿區等戰略實施 澳門的投資創業優勢將更加凸顯 貿促局將一如既往與海內外和澳門工商界加強互動 提高全方位一站式服務 為品牌加盟行業發展注入新的發展動力 共同分享創業投資項目帶來的無限商機 轉型傾向大陸雷歐蘇商表示 特許加盟已熟能場 當中餐飲、零售及服務業特別適合特許加盟 在內地線上線下 歐二歐的模式 由於移動互聯網發展 對消費者行為和商戶產生影響 對特許加盟來說 可提升企業運營效率 並帶來新發展機遇 如指做線上企業 越來越多與線下實體結合 另外 特許加盟總部通過移動互聯網 可降低與加盟商及消費者的溝通 既提升溝通質量 降低溝通成本 近年內地特許加盟呈現的特點 一、餐飲與服務行業整體優於零售業 二、高端消費有部分轉型傾向於大陸雷歐 三、便利店與汽車修理美容廠發展較快 在經營管理上 主要集中移動互聯網運營 並越來越多被正式應用於特許加盟總部 相比五至十年前 特許加盟總部會做輕總部、做強門店 如今則是做強總部、做輕門店 這是利用移動互聯網的特點 同時,經過驗證線下機遇優於線上 越來越多做強線下 線上主要是數據積累 以做好線上營銷發揮實體店優勢 下支揭則 地趾 衣